今日说法 平静的小区突发迷暗 中年夫妇双双离奇倒下 我们发现这个相场还好 门窗无神话痕迹 是谁制造了这场悲剧 案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悲凉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泯灭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当中的悲剧 而这个悲剧从它发生的那一刻开始 就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包括警方在内 想方设法的要查出事情的真相 但是随着人们的推理和分析 调查不断的深入 最终这件事情的结果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那么这个悲剧 我们还是要从一个报警变化开始说起 2007年7月24日 四川省摄洪县公安局刑警队接到报案 称在辖区的一个小区内出了大事 死者是一对中年夫妇 胡明和他的妻子 通过现场勘察 警方发现这起案件有些蹊跷 我们发现这个相场还好 门窗无神话痕迹 没有其他外人进入这个胡佛夫妇的死内 警方了解到 当天死者的儿子胡安哥也在家 而报案的正是他 警方首先询问了胡安哥 案发当天的情况 当时他说的中午我吃了 他们吃了牛肉 他说他没有吃 他说他父母吃了 可能是牛肉是外面买的 凉拌牛肉 所以他可能那里面 案发现场 只有一些吃剩下的饭菜和一些呕吐物 警方初步怀疑死者是种植身亡 立即对现场的物证进行取证化验 很快结果出来了 这个降丁的结果为一种烈性的 非常毒的毒药 警方的化验结果排除了 牛肉在买回家之前就被人下毒的可能性 那警方就分析了 有没有可能是死者胡明生前得罪过什么人 从而招致投毒报复呢 警方开始围绕着胡明 以及他的妻子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他的父亲是我们原来一个駝牌公司的 一个分厂的一个副总 这个人为人比较低调 在外面没一个人物 什么人接成 这个他母亲也是一个下层职工 这个周围邻居处理的关系处理非常好 调查显示 胡明夫妇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被人报复杀害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且警方还对事发当天 进出小区的监控录像进行了查看 所有调查显示 当天外来人进入胡家 毒害他们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那么胡明夫妇究竟是怎么中毒身亡的呢 牛肉里的毒是谁放的呢 警方随后对死者的儿子进行了再次的询问 这一次他们得到了一些让他们吃惊的消息 最开始说这个他父亲跟他母亲关系不好 这个有可能他父亲跟他母亲同归于尽 自己服毒自杀身亡 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母亲知道他父亲在吉林那边 上班的时候有个情人 知道这个情况后把他父亲杀了 然后服毒自杀 胡安哥还写了一份材料 表明父母长期关系不好 尤其是最近矛盾经常升级 很可能是他们毒害了对方之后服药自杀 那么如果真像胡安哥所说的这样 胡明夫妇就是在杀害了对方之后自杀的 他们那个小区有的监控录像嘛 他妈是11点钟出去买的菜 没有什么异常反应 回家的时候都是一个人 加了一大袋食品回家 这个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他妈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吃到这一顿 就不吃下一顿了 我有这种自杀这种或者这种样子 与此同时 警方了解到死者胡明在案发前十天 也就是2007年的7月14日 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中毒的情况 当时曾在县医院进行过治疗 警方立即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 这病期间有震发性的抽属病 抽属的时候就办 还办一小片事件 我们也是不清这些 警方在诊断书上看到 当时因为没有查到任何的病因 初步确诊为癫痫 之后 胡明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星期 于2007年的7月23日出院 而就在出院第二天 也就是24日 他就和妻子中毒死在了家中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 还是其中另有什么隐情吗 警方据此做出了推论 这个两个事情我们进行了这个合并 我认为这是一起有愚谋的一起谋杀案件 警方通过种种迹象判断 胡明夫妇没有自杀的可能 但如果不是自杀 又没有外人进入小区他杀 那难道作案的就是当时唯一没有中毒的 而恰恰又在案发现场的胡明夫妇的亲生儿子胡安哥吗 胡安哥会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民警们在案情分析会上 对这一点都有些疑惑 认为胡安哥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时分析会上大家真的比较激烈 激烈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死者是胡安哥的父母 我们死者的儿子会做这种事情吗 其实早在最初调查的时候 经验丰富的刑警们就已经注意到了 胡安哥身上一些非同寻常的举动 今天我想到第一时间 胡安哥坐在这个地上 好脚大哭 但是没有一滴眼泪 父母是有点什么情况 一点也不想到悲伤 胡安哥这些一反常态的举动 加上他在案发后过于积极地提供父母相互杀害的材料 都表明胡安哥似乎在努力地摆脱着自己的嫌疑 难道这起案子真是他干的 他又有着什么样的动机来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警方没有惊动胡安哥 对他的情况开始了调查 这个人平时这个比较对人的比较阴冷 不爱说话 这个性格比较孤僻 很少跟这个家里面的人沟通 胡安哥今年22岁 从一家职业学院毕业之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性格孤僻的他平时并没有什么朋友 事发前他一个人在成都租了一间房子居住 随后警方对胡安哥的住处进行了调查 从他电脑的上网信息里 警方有了重大的发现 发现他这个网上 曾经这个说什么 说什么几个字 就是什么要最强 什么要杀人最快 根据这一线索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卖药人 卖药人称 一个多月之前 确实有一个年轻人来买过药 那个人很像胡安哥 于是警方决定对胡安哥进行询问 在询问的过程当中 胡安哥非常的紧张 经常是答非索问 当警方向他出示了他那些上网记录之后 胡安哥崩溃了 他向警方交代了 正是他亲手毒害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够让胡安哥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下次毒手呢 陈子子记回队家园 原来胡安哥在上学期间 就喜欢上了打网络游戏 后来更是完全沉迷其中 因为平时朋友很少 他似乎只有在虚幻的世界里 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前途 因为家里条件不错 父母平时给他的钱 基本上都花在了打游戏上 而案发前一年多 他曾向家里要过五万元钱 说是要去陕西做生意 但是我们通过胡安哥的朋友正式 其他成都九里体这个地方 租了一间房屋 成天在关在家里面打这个游戏 很少出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胡安哥将父母给他做生意的五万块钱 全部用于打游戏 他想父母知道之后 一定会责骂他 想到游戏中自己一个人纵横江湖 称王称霸 没有人敢管 可如今在现实当中 他却要受到父母的管束 如果要是现实里也没有人管着他 那他就可以自由自在了 就是这样一种心理 让胡安哥泯灭了人性 开始了毒害父母的计划 胡安哥第一次向父亲下毒之后 因为抢救及时 父亲没有死 但是在出院后的第二天 胡安哥就再次下手 毒害了自己的父母 2007年12月 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胡安哥案进行了宣判 胡安哥用这样的方式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确实让人是扼腕叹息 但是也有人说胡安哥是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 那么按照前不久刚出台的网络成瘾 临床诊断标准来看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 如果这一点确认了的话 那么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是否能够判处他死刑 就成为了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请教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 洪教授您好 您好 这个月刚刚出台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 这个您听说了吧 听说了 就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经过专业人士的分析和鉴定 确认了胡安哥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网络成瘾 甚至可以构成精神病这个范畴的话 那么是否在他量刑的过程当中 就要加以考虑 主要是要看他在犯罪的时候 这个精神病是不是导致他无法控制自己 无法对正在进行的行为有辨别能力 当时他并没有发作 或者说他当时虽然有一定的精神不正常的状态 但是这一点不足以导致他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 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失去判断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他依然还是有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方面的能力 那么他同样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 好的 谢谢洪教授 谢谢 不客气 其实关于沉迷于网络导致犯罪这样的案例 在之前我们今日说法的节目当中 也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多起 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 家住辽宁省东港市的小培 从14岁起就沉迷于网络游戏 并开始逃学偷父母的钱 最后为了玩游戏 他一年盗窃94起涉案金额9万多元 并锒当入狱 家住天津的小益在初二年级的时候就迷上了网络游戏 他既想摆脱又身不由己 为了彻底解脱 他从24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年仅13岁的生命 遗书中充满了对网络游戏的爱恨情仇 家住广西的16岁少年小波 为了弄到玩游戏的钱深夜潜入书宫的家 被发现之后竟然连杀三人 那么如果说一个家庭里面有了像这种沉迷于网络的孩子 作为家长来讲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连线一下这方面的专家 教育方面的专家 陶洪开教授 陶教授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悲剧当中 这个孩子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沉迷于网络 他丧失了和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正常的沟通技巧 那么对于像这样的孩子 他本人自己已经很难自拔了 旁边的人应该怎么去帮他 那么这个跟这孩子的年龄段不一样 还有他的网瘾程度不一样 方法是不一样的 往往是越管越逆反 越急越有问题 越怕越出轨 那么所以新闻家长要放弃这些错误的一些方法 等于用放松的心态 然后再去积极地引导 所以我们要解决孩子的网瘾问题 谁要找到孩子上网成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治本 而不是就现象而论 他上网了 你把他关起来 不给他钱或打或骂 那都是错误 好的 非常感谢您 谢谢 从以前我们报道的案件和今天发生的这出家庭悲剧来看 沉迷于网络有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而沉迷于网络除了亡瘾者自身的原因之外 周围的人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 劝导他 引导他走上一条正常的生活道路 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如果说家里真的有人 沉迷于网络 作为家庭成员来讲 一定要寻求相关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的帮助 采用一种科学的方式 将他们引导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从而避免类似悲剧的反对 好了 感谢您关注本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